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们看绿营内部 因为英德对决 直球对决 几乎是面对火车对撞的局面 蔡英文的系统方面放话 扬言蔡英文总统如果初选 败选搞不好要退党 同一时间 英德也互相拉抬自己的政治行情 昨天晚上賴清德跟馆长直播 昨天晚上同一时间 蔡英文是跟美国方面的智库 做视讯的播放 一样是网路的直播 而同一时间放言 也追踪了最新蓝绿白 一旦萨哈都对决的情况下 这个民调数字 英德两人的差距 事实上也不大 然而民党内部面对的是 绿军跟绿营的分裂 那英粉跟德粉的各自支持者 都相当的焦虑 这个焦虑的对决跟退党 背后有多少部位人质的内幕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今天现场都请到六位的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汪浩达哥 大家好 再来是郭国文委员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来是姚慧珍 大家好 再来是许舒博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陈柏惟 谢谢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报道 中国探索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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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 中国uerese 好 慧张这一次应得两个人之争 这个民进党内部面对的是严重的分裂的压力 那蔡英文系统也放话说 扬言可能退党选到底 对 其实昨天 我觉得昨天整个可以说是 对于所有绝大多数民进党的支持者 或者是中间选民看起来的话 其实是蛮心痛的一天 因为一个协调会 结果导致三个人各自表述 除了英德各自表述之后 连卓龙泰都跳出来表述 而且卓龙泰跳出来的时间是 昨天下午的四点 但明明昨天下午的四点半 五人小组有一个会议 所以卓龙泰等于是 在五人小组开会之前 再一次跳出来说 他认为出险可以微调 但是不应该骤然的改变 那其实这个昨天的一整场的 这样子的一个 大家看得慌慌慌 昨天晚上 其实民进党各派系内部 其实是暗槽雄游 甚至今天的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史上非常罕见的 今天的中国时报的社论 各位观众朋友是社论 他竟然推出 究竟是谁在喊 卡韩国瑜的系列 然后这是系列一 系列一的标题是 吴敦毅要当历史罪人或英雄 所以当我们一直讲说 绿的这边打得火热的时候 其实来的这一部分 一样也是暗槽雄游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讲到说 在英德这个部分 昨天的那一场的 就是蔡英文这一场的直播 我有看 全部加起来最多的 看观看人数大概两万人 昨天这一场最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是 他最重要的议题是 当他们的主持人 国务卿阿尔塔吉 他在问他说 如果你可以许愿 一个可以立即改变 中美现况的愿望的话 你会许什么 那其实一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的心里想说中美建交 当然因为我是个评论员 我可以乱扯 那个蔡英文 他是非常的谨慎的说 一个以可行性的来讲 我认为就是美国这个部分 要不断的对于台湾 以及整个国际社会 去强调就是要维护台海的安全 强调民主自由这个部分 更重要的是 他要不断的跟对岸也讲 因为现在台湾所面临的情况是 我们已经挑受 遭到对岸透过经济分化 然后那个网路上的干预 造成我们台湾政治内部的一个 各自的裂解 然后企图要这样子来影响我们的整个 国际的局势跟我们的政经的局势 他认为台湾在整个民主的阵线联盟里面 是第一道防线 而且包括日本韩国跟整个印太伙伴都非常清楚 台湾在整个自由民主阵线的一个重要性 瘫头跑的地位 所以台湾绝对会继续坚持 但是他同时也希望美国这部分能持续的强化这一块 你知道当他在讲这一段论述的时候 很多的观看的网友就直接讲说 请2020就是支持蔡英文 因为只有蔡英文可以在国际上持续的发声表达这样的立场 而在这个时间点前一段时间赖清德是跟馆长在直播 那个直播好像也有一万多人在观看 直播里面其实馆长也问了一个大家最关切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为什么要特赦阿扁 没有人可以接受特赦阿扁 为什么你认为阿扁值得特赦 那赖清德讲的说法其实也是以台南人的成为台南市长的身份来讲 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 可是以一个台湾的选民来讲 我没有办法接受他的这样的说法 他说如果你是阿扁的亲人的话 那其实你就可以体谅特赦他的一个理由 然后每个人所有人就在下面写说 你这一段话可以换成是 如果你是郑洁的亲人的话 你可以体谅特赦郑洁的理由吗 不好意思郑洁就被枪毙掉了 一个民主的国家就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如果陈水扁是无罪的 那请你就是去弄司法上来捍卫他的一个清白 如果陈水扁是有罪的 那你要特赦什么 你先认罪啊 难道说因为你是总统的身份 曾经贵为总统 你现在犯法就必须要获得一个额外的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应得大战 到最后人民会检验的是什么 检验两件事情 第一个在外交上 你能不能捍卫台湾的自主性 我想在这一点两个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你要注意 本来赖清德是讲 他是务实的台独分子 他现在已经搜索 已经开始微调了 微调是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 独立的国家 不需要再额外的独立 那如果是这样 你跟蔡英文的政策有什么不同 我问一下创下 怎么观察英德的对决 英德对决到现在为止 他们先前的时候 还只是要保持着说 我们虽然君子绝交 不出二声 可是从昨天开始 到了今天的宗职会 然后先前的一些动作 你已经看到的是 民进党的那种 真正要像manga一样的 五四刀扫刀 扁钻要拿出来的 这个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其实他们本来 照这程序里面 礼拜六礼拜天 他们应该要电视证件 可是全台湾到现在为止 没有电视 收到他们的一个通知 所以代表着 他们这个东西 根本还没得谈 还没有一个证件的发表 可是后面你看看 昨天蔡英文出来的时候 蔡英文一直讲了 超过十次 我是总统 我是总统 你们要团结 他意思就是 你们要团结 是在我身边团结 然后后面的意思 所以你们其他的 他点名了 不管是五人小组 是民进党党员 或者是赖兴德 然后卓龙泰 你们要想清楚 你们看怎么办 他的意思很想清楚 所以赖兴德赶快跳出来说 大家都在看 你不要给我改游戏规则 所以最惨的就是卓龙泰 所以卓龙泰出来之后 就讲说 我呢 就是他在讲意思 这规则不是我一个人改的 他就把球给丢到了终植会 所以看到 大家现在都知道说 新风雪宜要来了 谁都不会成为 那个第一个纵项 可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 昨天晚上 当大家都讲到这么狠话的时候 你看动作就开始出来了 开始动作的时候 是经过媒体的披露 昨天晚上 开始有人就要让 今天的终植会 事先想说 不让他能够成会 所以就去游说特定的派系 你们呢 今天不要出席 不要出席 没过半 那你没过半 你就要照着原来的规则走 所以另外几个派系 连夜动员 一定要出席 所以看到今天终植会 进场的时候 每个人呢 都不敢讲话 连平常最喜欢 讲讲几句话的 柯建民呢 脸色沉重 都不敢讲话 所以他们就直接 就这样子冲进去 而这个过程中 不管你后面怎么走 他们两个人的对立 又是越来越高 蔡英文的个性呢 是孤方自傻 绝对不会退 然后呢 赖清德是独来独往 而且赖清德独来独往 你会光看看 昨天蔡英文呢 跟美国那边 蔡英文打美国牌 证明他比较行 而整个赖清德呢 他是美金党内的 唐哲宋明 平常穿的是 一定的一山楚楚 然后西装领带打得好 可是为了昨天 你看 没有他跟广场直播 造型有改变 特别改变 特别改变 开始穿一个黑衬衫 然后把他那个 而且是表现年轻 而且呢 他平常的时候 你看这个领带 一定扣得好好的 还解开了两个扣子 就代表着他年轻 所以代表他 其实他为了这个也去获 当然现在这个整个战争 再下去的时候 对蔡英文来讲呢 你会看到是 他到底有资源 而且他到底的 今年的中美关系 各种国际关系 两岸关系 他是主场 所以蔡英文是有机会 慢慢的往上拉 而整个赖清德呢 就发现说 他的现在的状况是说 他独来独往个性 所以就像郭国文委员 是跟他站在一起的 但是呢 他没办法大量的 一个大部队拉得出来 然后没办法大部分 拉得出来 背后呢 如果都是那种老独栏的话 对他不利 所以你看到赖清德现在开始去找馆长 开始怎么样 然后那天本来的时候呢 到底要不要去白沙屯 到底要不要去大甲妈祖 他先前都不讲 他现在都去了 所以可是从他们两个的动作里面就知道 这场英德之战 已经启动了 可能会打到过去当年的长扁之争 书械之争一样 最后民进党的每个人 每个干党工 每个党工职 都要选边 所以这个 兼壁清野 大家都要选边站 开始往这边打了 跟初一天晚上会动员说 你不要出席 你不要出席 你要留会 就是开始在这程序里面动作了 所以现在这场战争下去 英德之战 开始已经不是说 只是一个君子绝交不出二声 而是最后的时候 是不是2007年 打到那么惨烈 非常清楚的 兼壁清野 每个人都很清楚 每个人都要表态 如果再打下去 恐怕就是这个局面 那我问你 昨天晚上包含网路媒体 有放话出来 参文系统这边 可能扬言退党 那万一连退党 都沙盘退言 是什么局面 这个东西其实很像 1999年的陈水扁 什么意思 当时的时候 陈水扁台北市长败了 可是民进党最早的党纲 里面有一个 就是四年条款 如果你选了这种重大公职 你四年后 不能再出来参选 不能代表民进党 要把机会让给别人 但是陈水扁台北市长 被马英九打败之后 就下面喊的时候 他就要选总统 可是选总统之后 又出了一个问题 出了问题就是 他有那个四年党纲 对 他要解套 要解套 可是那时候 整个民进党也是卡在那边 我们民进党跟国民党 最大不一样 就是我们有制度 我们有党章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的时候 许信良那时候真的最糟 许信良那时候到处接受采访 就认为有天命 天命是他的 最后许信良在12月10号 1999年的12月 98年的12月10号 还讲说修改党章 那时候民进党 就不成为民进党 压力这么大的时候 陈水扁也是突然开个记者会 开个记者会就讲说 他决定退出选举 他决定退出政坛 结果当场全部就翻了 全部的那个支持者就翻了 甚至有那个知名的主播 当场就说不可以啊 我们都记得他的画面 结果那个压力 就变成由下而上的 民进党支持者认为说 你应该修改党章 就创造了一个正当性 林毅雄就出手了 把那个四年条款给改掉 陈水扁就取得了 所以蔡英文她的意思 就跟她昨天的意思一样 我们要团结 你们要继续协调 然后你们要团结在我身边 所以她换出这个话 也是在做一个 最下面基层一个动员令 那当年阿扁的退党 是杀手剑 现在蔡英文使出这招 也有用吗 那当然压力 没有像陈水扁 因为她到底不是像陈水扁 这么有魅力的人嘛 但是呢 对于民进党的内部来讲 对于挺英派来讲 对于防范新潮流 防范赖清德人来讲 他们呢 反正就是大家现在都是 谁也不想当第一个挂铃铛的人 可是找出一些借口 找出一些局面 让他们说 好吧 那我们就继续协调 好吧 我们就继续弄 以拖太便 而且对挺英派来讲呢 时间换取空间 对蔡英文是比较有利的 你认为时间 对蔡英文有利 如果拖得很长 像想要拖到七八月的时候 那对蔡英文就非常有利了 好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英德对决 那绿军直接陷入分裂的庞大压力 同一时间 参文系统传出扬言要退党的新闻 而赖清德的系统 不断的是扩大网路的能量跟声量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统一有两种 就像诗诗有两种一样 诗诗有两种 这个两奖时代是要反共大陆统一中国 那个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现在两奖的这些徒子徒孙 他们主张的统一是被统 是被统对啦 中华民国就没有啦 那民进党的主张台湾独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我们的主权跟中国互不隶属 因为我们是烂 不用再选拨台湾独立嘛 如果已经独立了 怎么就要再选拨 现在捍卫中华民国的 不是主张统一的人 或者是主张台湾独立的人 台湾独立的人 他赢我支持他 我赢他支持你 就是说你在港内选赢的 然后大家合作 他一阵一阵这样子吗 不一定是一阵一阵 就是说合作有很多种方式 你现在人选还没有决定 就谈谁配谁 这个也不见得好 但是呢 要经过民主的程序 民进党推出最强的人选 如果总统出现 那我支持他 如果我出现 他支持我 两个人就可以共同合作 好 波维怎么观察应得之争 其实我想我们在讨论民进党 策算之前 要先了解一件事 国民党的策算是乱七八糟 曾招式 黎明哥 什么朱立伦第一名 黎明哥王金平 这个长者不仁 幼者不义 那回到民进党这段 所以我们在看这两个政党的 选机的时候 我们知道民主自由 自己就不全看起来 一个二十分 一个六十分 没有万一但勉强接受 但是黎清党 到底是怎么要出来 这件事有很多公法 我想他们派黑是最大的问题 那派黑我可以接受一个公法 是说其实就是像在吃饭 我可能会比较好 我就会去吃饭 我可能会比较不好 我就会去吃饭 这就是派黑 并有关系 那进展民进党 因为和国民党的对抗 它的组成的原因 是因为是因为 要对抗到中国国民党 这个跟我们批刑的政党 所以造成到很多派黑 山头 顶顶的台湾人 组合的政党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政党 但是这个像他们 是要搭着一个台湾人 这个国家 不管他们刚才说中华民国 目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这个像你的名字 中华 你就有其他的问题 回到蔡英文和内清德 这个事情 我想我的分析 这个将心比心 内清德到底是怎么要出来算 我想三个原因 第一 去年 选季的时候 他会叫来做行政议党 包括到高雄市党 但叫国家 他叫来做这个秘书党 其实对台南高雄 选情是很大的伤害 你那个时候 如果是井上天花 就是说这几个官司 我赢了 如果我中央加強火力 来攻占 比如说新八市 或是说一些轻轻的官司 如果这个理由说得通 但是这个像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大叔嘛 那大叔后 当然大千多 他就会想不开 他将心比心 我模拟他的心态 因为我也不是民进党 他现在宣布要参算 我想有几个理由 要宣布参算 第一 内清德的秩序 到底有怎么变成蔡英文的秩序 如果今天 一个早上开记家会 说要合作 一个英雅 会报开记家会 说要团结 你们两个没怎么合作 和团结的原因 不是什么 孰心嘛 一定是他们两个 某一个政党 一个人又放不下 对一个人放不下 我不知道 既然要团结 要合作 那这样就像游戏规则 像民主自由的规则 跟大家说清楚嘛 讲说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民主进步 做为一个 最对民主的政党 我们应该要投入到 策创 或是说 辩论会政権 法标会来说到 我做总统 我可以是怎么 做得比较好 是怎么我适合 那现任 可以说我过去 三年报 有什么东西 做得不对 大家来检查 那条件 可以说 有什么东西 现任要做得不够 我还要保护我 那这还是一个 相对民主自由的 策创的定数 因为 其实民主的定数 策创的定数 可以来让 团结这件事完成 这叫充分条件 就是说 你达赛 不一定会达赛 但是你要达赛 一定要达赛 你想要团结 贏这件大选 你一定要经过一个 方看起来 这就是 这个相对民主的策创 方感到说 这就已经是民进党最好的临算了 那再来 我们在说到这个 突击参选 是怎么 你会在 收线的 民主宿一个 很多的时间 让大家报名 纳新党 之前说 很多岛 他没有要算 最后参算 我想刚才说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赛青岛的票 到底有法权 创的没有 那赛青岛 如果我是赛青岛 我创的 我的想法是 你打败我 你打败我的票 就自然给你嘛 但是如果在这个策创的 过程 大家在那里 字字字字字字字 黎明儿要退党 黎明儿要延后 黎明儿要撒毁 我的志债会越来越怎么 理心嘛 包括到 我们在公司 他就派一些 纪六党 第三世纪的团队 成绩是开始 在分化民进党 要提前民进党 一件事 当当你们派乘 民进党就进行 当当派乘 派乘 民进党就进行 民进党之前 其实就代表什么 要更大 来看就是代表到 民进党如果 如果没有 头过策创团结 如果这样最好 贏的人是中国 是要以这个前提 来说到团结 要把个人的 输心放下 我想这是民进党 这道策创 应该要 这个 放在心头的 第一个目标 那这个委员怎么观察 我必须说一下 其实在 赖清德的个性上面 还有过去他跟派系 之间的关系 我举三件事情 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 他曾经因为那个 李全教事件 他不进去议会里头 那时候跟整个派系的意见 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 新潮流办公室认为 他应该进去 第二件事情 大家这次在 初选的过程中 最经常举的 就是他当行政院长的角色 可是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其实新潮流多数也是都认为反对 因为那是一个消耗 他的光环的一个地方 可是他还是坚持要去 他认为说 大额局面没有很好的情况底下 他必须在党的这个角色当中 扮演一定的责任分工 那第三个这件事情的时候 完全几乎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个一个震撼蛋 你什么时候知道 他要参算 这一点 大概很多人问我 在三月十六号来临之前 我跟他出去的每一天 人气都很旺 那当然很多人在说 算中通算中通 老实讲他面无表情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媒体 中间还是穿插会问他说 你到底要算中通吗 三月十六号还没有到 到了三月十六号那一天 我当选了 几乎一大堆群众都是跟他讲说 你爱酸中通 他也是一样 无动于衷 可是听说他对我讲的是说 趁选的那个晚上 回去以后他就开始思考问题 大概凌晨的时候 一两点的时候 他才做出他要选的决定 那隔天的三月十七号的早上 他是凌晨一两点 那他跟我约了八点半 我们也开始要去卸票 我们去卸票的时候 说所有媒体又来了 媒体说 那个院长院长 今天三月十七了 你该讲了吧 他会跟他讲说 这次胜选最重要的因素 是阿扁总统 所以他认为 涉扁的一天很重要 那对于民众的反应 他会好好的思考 就最后就丢了这句话 那天也是一样没有讲 一样没有讲 到隔天以后 他突然就跑去登记了 所以十七号 还有一个关键转折 李锦翔老力从台中杀到台南去劝他吗 那老力半夜劝他是礼拜天 对礼拜天晚上 可是你再怎么劝你就是赖清德的个性 这样子 所以他基本上这一次 你不知道李锦翔知道 李锦翔怎么知道 李锦翔知道的讯息是来自于哪里 我不清楚 我也没有问 而且还是李锦翔是神机妙算 你就算到应该有一些讯息来源 因为你隔天要准备的话 一定要准备一些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 像十七号那天 他跟我讲说 郭文我今天可以背你射票一点钟而已 我说林锦翔你还有事吗 今天就没有其他的宣布 他说不 我又有会要开 我心里想说 奇怪这时候还有什么会要开 第一来他也不是公尺再生 第二个选务已经完成了 他要开什么会 那时候他跟我讲说 他还有会要开 他就讲了这句话 老实讲 你有没有想说 我心里有没有想问他 我有想要问他 但是老实说 我真的开不了口 我觉得这是 他心里来心世界 自己在想的事情 他就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 可是怎么想 也没有想到说 是三月十八号一大早 他就开始去登记 我个人基本上还是那种 震撼单被波及的那一位 那到现在为止 大家可能还是不相信 可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但拉回来讲 他担任行政院长这件事情 一直在这一个选战的过程当中 一直拿出来被讨论 包括小燕总统也在说 我不能跟一个我的行政院长来做辩论 然后也有人讲说 他是任期内最长的一个行政院长 可是我跟大家说 其实这两个角色的部分 有需要这么强调吗 第一个他任期是真的是比较长 但是问题是只有两个行政院长 到目前为止 小燕也任用两个行政院长 三个 第三个 现在第三个 第三个还没结束 你还不晓得他多长 前面那两个当中林权 他的任期是2016 520到2017的9月7号 总天数是475天 那另外呢 带兴得是9月8号 到今年的1月14号 总天数是多少 是494天 这两个人的罪 这个罪就是听起来 有点罪字的罪 那长哪有那么长 也没有感觉那么长 所以这个东西 一直被拿出来碎嘴 说他是那个 这个想过的行政院长 所以对那政绩以后的功过怎么样 我再拉回来说 第一个 在民进党里头的这个平台 也不一定是辩论的方式 这其实有可能政见发表的方式 其实在同党之间 不一定要采取别人的方式 因为差异并不是 并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说基本上 就是因为差异不大 所以我问你 我必须讲说 有些问题差异是不大的 就你的观察 蔡英文的路线 跟赖清德路线 最大差异是什么 展现出来的方式 比如讲 他展现出来方式 有几个 大概台面上 有四个问题 有在被讨论 一个就是所谓的 那个务实台独的问题 那一个是涉扁的议题 那第三个 第三个的部分 就是那个所谓的拼经济 因为院长一直想要 他在他那拼经济 那除了拼经济之外 第四个我是觉得 他们都有提到修宪的议题 如果站在一个总统的 一个高位的话 这四个议题 他恐怕都会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我是觉得 讲实在话 在台独立场上 刚刚有的讲说 为了选举而修正 他在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就有类似台湾前途 绝议文的一个说法 现状就是台独论的 这种说法 但他修正成滑堵 对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是这样子 就是说基本上 那他修正成滑堵的路线 跟参议总已经半斤八两 或许往以前都一直如此 只是他没有办法完整的 如此做说明 但是他在行政院长的时候 类似有这样论调 到现在为止 也是这样论调 基本的一个立场 相差不大 可是呢 在听的人的身上 所以感受有所不同 什么意思 譬如说 那上海复旦大学 他说台独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特派的因素 觉得这个 比较有价值 比较说 他们觉得比较有信心 类似这种方式 所以说那感受上是不一样 表达的方式 或者是听者的感受 是不同的 那你听起来 看起来就不一样 但是你问起来 支持的程度就不一样 那为什么 如果两个都一样 为什么一边的支持 他为什么不支持他 那感受是不同 那第二个部分 色扁议题的部分 其实蔡英文总统 他也是在谈到说 时机如果成熟的时候 他会处理 所以这个基本上立场 好 色扁议题 我有感受到他们差异 Timing点上上 色扁议题 我有感受到他们差异 这不一样 然后那个 那个LINE 他就常 他谈了好几次 从他市长到院长 他们都谈 那至少在蔡的部分 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那第三个部分的话 拼金记大概 他有一些具体的成绩 这个就略过了 就叫五缺的部分 拼金记 他们的差异在哪里 没有 我说他有实质的那个操作方式 他五缺的部分 至少工商团体都还蛮认同 賴院长的 他要走的时候 工商团体一直叫他不要走 如果说在这个部分 他会比较有信心 他会强调这个部分 或许他会拿拼金记的部分 就如同蔡英文总统 他在国防的部分 相对有成就的部分 来做表述 来争取国人认同 同样的道理 每个候选的心态都是如此 可是第四个部分 或许在修宪议题当中的态度 或内容 或程序或timing点 选择也会不一样 或许两个人都说谈修宪 可是时机方法都有所不同 也有可能 所以我认为是有大同 但是也有小异 也因为有大同 有小异的情况底下 就在谈证件 那也因为谈证件的情况底下 谈证件通常是在谈 未来市居多 谈证件通常比较少 谈过去事 那你就没有所谓的以前的供或过 纠葛在那边 所以今天如果假设 在一种初选的平台当中 把未来市想要理念 想法方向讲清楚 这未成不是一个好事 好 我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英德对战 这个使得英粉德粉两个支持者 庞大的对立跟分裂 那这一个英系放出洋人退党的 这样的讯号 苏博大哥怎么观察 我这样想 民进党过去到现在 事实上退党参选的 几乎没有任何的胜算 因为民进党 我们在基层上的时候 国民党这边 说代表国民党出来选 跟代表民进党最大的差别是 民进党的支持者 认党不认人 那国民党的支持者 很多是认人不认党 因为强调所谓的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就形成了 不一定靠党的力量去支持 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落差 我起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寅宁县有一个 像素红叶椒 也就是像现在素智芬的妈妈 素智芬的妈妈 那时候好像现场的时候 在曹领村拿了557票 很高 那个地方才七八百票 他拿了557票 那等他有一次脱党竞选 好像参选立委还是立委的样子 结果在那个地方 村庄是拿零票 而且他在石壁 石壁 曹领村里有个石壁 石壁的地方 他有两个干儿子 连那两个干儿子 都没投给他 表示说 民进党的支持者 对于政党的论同度 是非常的强 只要那一支 其实拿起来 他们的论同度 是非常的强的 那你真的走出退党的道路 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绝对不认为 蔡英文有所谓的退党 退党的这个成本 而以他目前来讲 当一个总统 然后说我要退党 那这个更不能看 那不大可能 但是现在我觉得 他们昨天两个人 在电视上 做了一个很直接的对白 他讲一句 他回一句 他讲一句 他回一句 这些 这些已经很明白的表示说 赖金党没有妥协的空间 他就说 你就是走下去 我不要有任何的改变 走下去 我输了我就认了 但是蔡英文 不可能讲出说 我输了我认了 因为我是现任的总统 所以蔡英文一直在提醒说 我是现任的总统 就像我那一天 去拜会一个部会首长 我现在不讲哪一个部 那个部会首长 他说 他跟赖金党 过去事实上 关系非常的密切 但是他说 还是要支持小英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们怎么去告诉 我们的支持者 说过去四年 小英做的不好 所以我们把他换掉 换成赖金党 假使今天赖金党出现的话 你如何去告诉写民说 过去四年 小英做得很好 那你干嘛换赖金党 所以赖金党本身 事实上 他的个性 从以前到现在 包括工商团体 六大工商团体 在留任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用了很多的方法 甚至我在 我们的简讯里面 我跟他传了很多的 小语大语了 很多的话 他最后还是决定 要离开 表示他的这个决心 是很难去动摇的 很难去动摇的 但是我想 我想这个 他这一次的这个决定 不管民进党 我相信今天 民进党的想法 因为可能会用 四缓则言 这样子来走 那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 但是我不认为会 最后的结论是 是大家都满意的 可能还是要面临到对决 对那对决 还是有可能面临到 分裂的内部 那我想 我不认为 国民党的分裂的程度 会比民进党来得大 那民进党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只要到最后 是党提名出来的以后 分裂 即便过去什么 输卸对结 或者这个扁 什么那些 到最后出来的时候 没有另外一个人 几乎是没有发挥的空间 所以我要去分裂 我要去干嘛 因为对他有什么好处 一点好处也没有 那国民党本身 就会有比较多的这些问题 国民党现在是什么 国民党现在是这样 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主席说 我不选了 所以我没有议演2020 那当然他这样的一个表示 是有助于 他将来要找人家谈的时候 人家会去跟他谈 你既然从一个这个竞选者 变成一个裁判者 那你既然是主席的身份 你要找这些人来协商 这些人有义务 也必须要去跟你协商 因为你是党主席 你要接受国民党的征召也好 接受国民党的这个初选也好 你都必须来跟主席来谈 反而这些人家只没有去谈的话 他失去了正当性 所以不管未来是哪一个人出来选 我现在很忧心的是什么 从最新的这个民调 今天有公布民调 我看的非常忧心是 那个这个韩国瑜的民调也是往下走 朱立仁的民调也在往下走 那蔡英文的民调往上升 柯文哲的民调再往上升 这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就是说国民党这样子的在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走不出来的话 那到最后会失去了 所有的民众的这个向心 但是我要强调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不管是征召或者初选 对国民党而言 最后走到的是什么 要合作 那假使征召初选是走向分裂的话 你征召或者初选 对国民党整体上是绝对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是认为说 国民党唯有唯有唯有 真的说赶快要韩国瑜表明清楚 韩国瑜是说你们先谈好 再来跟我谈 但是问题是韩国瑜开始 一开始就已经接受了所谓的征召 那今天很多事情就解决了 那就是韩国瑜就不表示 不表示的状态之下就没在那个地方 那不管那现在很大的韩粉 都在一直在讲说 你们都不要挡 你们不要挡 韩粉假使真的能够 不要去怪说什么王金平 或者吴敦义 或者谁来挡到 这个韩国瑜的道路 那韩粉就直接去找韩国瑜谈 韩国瑜只要宣布说 好我建议接受征召 很多事情就很好处理了 那现在问题到底是谁 挡了韩国瑜的道路 我真的韩国瑜自己要出来 要去思考建筑 那你觉得是谁 我认为韩国瑜本身 他必须要对高雄有一个交代 因为他过去讲的太多了 那而且在当选两三个月 现在真正他做出的成绩 就在高雄的这个农衣 农衣的这块做出成绩 但是整个产业的发展 就高雄的城市的发展 以及他所强调的爱情产业链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任何的成绩 但是韩粉不在意 对是你不在意 问题是他如何去说服 高雄毕竟将来也是一个很大的票仓 高雄能假使有百分之六十 不赞成你选 那将来你选的时候 百分之六十的票不见了 那对你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争议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韩国瑜如果只取总统的选战大位的话 高雄可能变成最大的反韩大本人 那当然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开始 甚至于很多人就逼你 像现在的这个柯文哲一样 柯文哲一旦宣布说 我要选总统的时候 大家也会逼他说 你这个市长要辞职 我说你当一个市长 结果你所有时间都在选举 那市政都不要管了 那就像这几天 他跑去大脚妈祖绕境一样 对不对 你明明是市长 他今天会议会被议员 住立委员是没有工作 住立委员现在是无事一身亲 他走几天随便他走 那你现在是市长 怎么把市政的工作丢着 我跟着妈祖去绕境 这是不对的 所以将来 假使韩国瑜一宣布说 我要参选议院的时候 高雄市也有人会站出来说 那你市长交出来 交出来你专心去走你的总统大选 那这个对他事实上是非常不利的 再来就是说 今天假使国民党内部 没有走向一个说 真的很高兴的出选 或很高兴的征召的话 将来走向分裂 那请问你韩国瑜目前 什么叫很高兴的出选 很高兴的出选 现在大家出选的都很不高兴 衣粉德粉也不高兴 反粉竹粉王粉 大家都不高兴 所谓的很高兴就是说 大家还认同 怎么高兴 彼此之间说 好啦我们接受这个 这样子走 这样走下去的话 大家可以接受 那最后的结论 大家可以承受 火车的话 将来即便韩国瑜出现 你看我过去 我上一次来节目的时候 就听过这个林冠 跟我讲过说 韩国瑜已经是个顶点了 在三十五趴 这是一个顶点 所以他三十五趴一直在降 现在在三十二 三十三 一直在往下降 那请问你 在三十二 三十三 真的能够当总统吗 真的会赢吗 我跟你讲 三十二 三十三 只有一种几率可以当总统 不但是沙喀都 而且那沙喀都 顶多都拿到三十趴 是啊 没有气保 对对 不但没有气保 而且第二名跟第三名差距不大 就在落差那个范围 三十五就有可能 就在落差范围 但是我不认为 国民党内部 韩国瑜都刚上来 他真的在各地的人脉基础 毕竟没有朱立伦 吴敦毅跟王金平的墙 那他还是要借重这三个 来协助 他才能够让他真的很稳定的 在整个 不管是三咖都 两咖都 在状态之下 他才有赢得胜算 火则还是没有赢得胜算 所以我一再的在提醒这些韩粉 你越爱韩国瑜 就要越替韩国瑜想 要越替韩国瑜 操览更多的人心 操览更多的朋友 而不是得罪更多的朋友 或者失去更多的人心 那我问你 有一批强硬派的韩粉 认为挡韩国瑜路的人 就是王金平 真的是这样 那你跟这些强硬派的 挡韩国瑜的 就是说强硬派认为说 王金平来挡韩国瑜 那请问你 韩国瑜就算出现 要不要王金平 那假使没有 王金平的 强硬派的韩粉会说 韩粉会自动团结投票 韩粉的力量 假使最后 最后失去了这些 吴敦毅朱立伦 跟王金平的支持力量 最后只有韩粉的力量 那万一失去了政权 这些韩粉要不要集体跳 强硬派的韩粉会说 王金平的票 最后也会收归韩国瑜 就是你讲的 你现在一天到晚 强硬派的韩粉是这样 你现在一天到晚 所以我说 你一天到晚骂朱立伦 一天到晚骂王金平 一天到晚骂武敦毅 骂到后来就没有朋友了 你还有谁会 一定会支持你 所以这是你 意想天开 最后还是输掉了整个政权 那最大的 到最后是历史的罪人 要变成韩粉了 好我们广告之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蓝绿内部对于2020的选战 都有分裂的压力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我感觉这次好像已经被赋予了很多 而失去了我们原来很单纯的 就是去学校 跟一些学生演讲一下 交换一下意见 我的讲稿里面 事实上基本上就是 2018年高雄市场选举之后 台湾人民的改变 跟台湾人民的期待 大概是以这个为主体 我现在就是狮子驳兔 一只大狮子去抓兔子 狮子驳兔 全心全意把美国之心做成功 做得尽可能让高科技厂商 了解到高雄 然后美国接触我们的朋友 喜欢上高雄 我大概能做的就是狮子驳兔 好汪浩大师 我们观察这一次蓝绿内部的压力 跟内部的分裂都不断的升高 那如果蓝绿的裂解越来越高的话 会不会反到2020的选战过程当中 柯文哲相对受惠 是的 我认为对于这个先讲一下 我对民进党初选的看法 我是一直这个支持蔡赖佩 而且支持蔡英文连任总统的 但是我非常反对民进党要改变 现在来改变这个初选规则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 再去改变初选规则 特别是说延迟初选时间 把它初选的时间变成取决于国民党 什么时候推出候选人 来决定民进党的初选时程的话 等于是说民进党的整个选举的 内部的分裂会继续加深和延迟 这是第一点 你时间拖得越长 内部分裂的越严重 第二点 你时间在完全不确定的情况下面 你等于是民进党整个初选的 你对于这个国初选的 选举的工作 完全被共产党控制了 因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话 我一定让国民党初选决定的越晚越好 这样的话民进党也不能决定 谁都不能决定 这个整个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 这个对民进党极度不利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 不管是挺蔡的也是挺赖的也好 在已经有的现有制度下走下去 最后哪一个人出现 大家全党支持 这个是对民进党最好的一种情况 可是现在看起来英粉并不想要挺赖清德 然后赖清德的德粉非常不爽 蔡英文 这取决于他们两个人的态度 因为最终的问题 你认为两个老大可以管好自己的支持者 我觉得他们两个老大的是应该领导自己的支持者 他们两个人最后能够妥协 能够这个达成一个协议 然后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台湾的利益 能够合作一起来这个赢得大选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应该有的风度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 这个就是就此分裂 然后永远不往来了 这个我们就是退党也好 我要做什么也好 彻底分裂了 那当然这个是民进党的大不幸 和台湾的大不幸 不过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因为蔡英文跟苏贞昌 闹得这个样严重 最后也能合作 2012年的那个 蔡英文跟苏贞昌的党内初选 蔡英文只赢了苏贞昌1% 但是赢完了以后 苏贞昌马上做了蔡英文的竞选 总部的主委 帮他竞选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不至于到了那种 两个人闹到四不两立 但是你这个事情拖得越久 你本来一个心 只可以解决的问题 拖成三个月 拖成六个月 那就可能变成四不两立的问题了 慧张要补充 对因为其实 昨天闹成这样的话 我脸书上一些朋友比较 大概50岁以下 然后是范绿就浅绿的人 直接就写说 很多 直接就写说 如果出来结果是赖清德的话 他就要在投票当天 他就买一张机票 带全家人出国去玩 因为他觉得 因为他觉得 就让民进 现在的粉都扬言不投票 对对对 他们也是这样玩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另外一派是 他是比较中间 他没有很明显的 每次大选 有70%人去投票 也就够了嘛 对然后中间的 没有很明显蓝绿的人 就直接讲说 陈水扁的议题 是他绝对不会去投票的问题 就没有办法去接受 就是说共产党 被共产党领导 虽然很可怕 但是让一个贪污的 的那个总统再出来 然后变得没事 特色这件事情 一样可怕 因为这代表我们 这代表台湾的民主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还是让这样的人 到处爬爬 而且你还特色了他 我真的要讲一下 不管蓝跟绿 真的台湾的民主 假使真的要继续走下去 不是说我非谁不可 他不出来 我就不投票 对 那台湾还有民主吗 那第二个 我们台湾人真正要关心的是 这个国家的未来 这个人上来 能不能带领国家的未来 都没有看他的证件 没有看他的政策 还有他如何带领这个国家 如何把这个国家弄好 那你就说因为他 所以我投他 那这样不是一个 非常理智的人 可是有看证件的话 还会投给韩国瑜吗 这不是就已经证明了 韩国瑜的证件 根本还没出来 你怎么知道不投给韩国瑜 他变乱的时候没有 没有没有 还没有总统的变 我认为高雄 有很多韩国瑜的票 是堵揽民进党 是不爽民进党 说穿了某些部分 可能局系都要买单 因为就是说对于执政党的不满 那高雄的执政党长期来讲 算陈局跟局系 那韩国瑜的某些票 是局系贡献出来的 就是所有对时政的不满 他很容易传到对立面 所以为什么二零一八年 很多人说最大党是讨厌民进党 但讨厌民进党的成员当中 有国民党有统促党有新党 还有柯粉柯党 柯没有政党 也有民进党 也有民进党 民进党里面有讨厌民进党的 还有呢 也有民进党里面讨厌 没分到好位置的民进党 对不对 就等于派系资源的分配不均 你说的是政治人物 我说的是一般选民 有原来支持民进党的选民 真的后来就不投给民进党 甚至就不投票 跟当初的国民党的现象是一样的 所以选举有的时候极大化 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吗 柯卫怎么看 你不觉得台湾的参民 常常在讨厌吗 人家崩溃 我先选这个市长 过四年我开始崩溃 我本来是麻烦 新党刚才很久开放得太夸张 是怎么一直讨厌 因为政治人物都一直要说好位 平常是一般人做工作时间太短 可以在一个中途的时候 看到电视里面 韩国语可以被我看到 他好厉害 好棒棒 我投给他 平常的人要知道 政治人物的时间是在太短了 所以他根本有的时候 他也没很认真去面对政治 还是参加这件事情 他没有把自己的排序一二三 我要的是主权 我要的是经济的什么 他就让那个听起来最响亮的 常常看到的那个人 他就回来了 那回来了发生什么事情 协会嘛 因为你不知道他说的好处要用什么 的代价来付出嘛 所以不断不断协会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民主 宣企自我修正的过程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就是希望可以跟你说 不要未来比较协会 因为有的时候你民主主义的国家 你协会你协会 你还可以回给其他一个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万不利 和中国过程甚密 那我们也用香港的例子 来说未来你要回的人 就存中国指定的人了嘛 就是比如说他媒体可以一直上的那些人 某种程度 因为时代在进步 统战也在进步 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 我们台湾或是说 中法民国最大的帝人 其实是中国 他现在投入资本和信息 这两个东西来侵害到台湾 这是我们选拟要拼命的事情 所以对民进党来前 其实是很忧心 我大家 我实在是 不要不要让自己后悔 不要做出自己失望的事情 那我在地方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忙碌的事情 大部分事情出的门 我在地方的事情 大部分事情是内心的 这是属性喔 所以你的事情 网路世界是英粉 实体通路是德粉 所以实体通路跟网路通路客群不一样 是这个像我们的票源 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国民党 没有存在 政府有台主机嘛 所以理论上 应该没有国民党的事情在我们这里 这是我相信 我的民调相信 那现在的问题是 以结局来看 如果如果没有这个策算 跟有这个策算 到底民进党票的情价又减少 我想这是大家在思考 我认为经过这个策算 想让民进党 跟过去的五分 丁丁丁丁的事情 说清楚 来策算 算一个策算 这个策算 我没有策算 拉策算 或是甚至有吉他派的策算 他有可能 就这样去回答 我认为这是一个思考的方便 问题现在是出现在 在蔡英文本身 万一蔡英文输了初选 这是蔡英文现在没办法接受的事实 赖金头可以接受我初选输 但蔡英文没有办法接受初选输 所以现在走不下去 现在初选完全排除掉网路跟 就只用式化 年轻人没有式化 你已经把一部分的支持 当然 我还是要扩特 将来整个民调要怎么做 你们双方可以坐下来再谈吗 没有 那个游戏规则不是不能改 只是说你现在已经程序 已经开始进行了 你现在改实质的内容 当然会备受争议 所以你如果在之前有讨论的话 不论是优先条款是不是有讨论的空间 也不是说没有 好 你说是不是要纳入大哥大 也不是说没有 但问题 这些游戏规则都已经定了情况底下 比赛规则都已经公布了 选手就定位了 你说你要改会延 那其实大概理由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陈水扁根本不可能成为台湾的总统 因为林毅雄就是改变了游戏规则 所以让他成为总统的 那是更改之后 那是更改之后才会进入初选 那是在初选之前 不是初选进行 那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已经踢了一半了 再拉回来讲 我是觉得刚刚有几位朋友是蛮忧心的 就是说本来正常的游戏规则是四月十七号定案 那大家想嘛 今天都四月十号了 只剩一周 林毅哥本来游戏规则是 本来是四月十号就要民调完了 后来四月十七号是产生的日子 到现在还没有 是因为之前是行政 往后挪有什么不行呢 有啊 有挪一次了 已经挪一次了 已经挪四月十四了 那现在挪的是说 你上一次已经挪过一次 你现在又要再挪 你要缴出一个理由嘛 那是上次思虑不周吗 还是这一次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你要讲清楚嘛 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情况下 民进党现在的进程 可以说呢 好 公布了 那现在退远到哪里 第一个还在协调 协调接下来是政签 政签接下来就是民调嘛 大概分测三个阶段 那现在是大家卡在这个所谓的协调 已经在跑步了不能叫停止 协调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你就是找出 那个一组人马或一个人马嘛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嘛 第二个好协调好 大家照信任有的辞呈走 这信任有辞呈什么时候 好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开始辩论 下礼拜就开始民调 接下来就产生人选嘛 这是第二个嘛 可是看起来就有杂音嘛 昨天两方的意见 还有包括所谓的 这一个见面会的内容也没有形成 所以现在党内却听闻起来是在找第三个方向 这第三个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初选的一个进阶版 照样执行 但是我听到的丰盛 协调期延后 所谓协调期延后 但是协调期延后的情况底下 也没有拉长初选 一样是拉长初选 所以说你要去讲说 你为什么这时候协调期要延后 难道电视台没联络好嘛 政见来不及 你要找一个适当的理由嘛 然后是不是这次协调以后是最后一次的 不过像上次说协调那个延后一次 又有第二次的理由 会不会有第三次 那支持者怎么办 心情要如何照顾 然后协调 这个协调如果拉得再长 初选拉得再长 会基层会不会更焦虑 会不会重蹈覆测过往2008年 或2012年的那种竞争的激烈程度 但眼前来看 我必须说 各位看到很担心 其实在这一次的党内的进途 的过程当中 还不弱2012 更不弱2008 2008 他有见到不少 抬到会晒晒 好 我们稍后回到节目现场 哈喽 我是陈宁关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